莱雅是研究时间旅行的民间科学家 她一直在地下室导步时间穿越 不过可惜的是 她的每次试验都是失败的 当在一次失败 莱雅直接崩溃的一边咒骂一边 把衣服丢进洗衣机 请大家记住洗衣机倒计时的这一幕 而此时莱雅的妹妹打来电话 原来莱雅的妈妈得了剑动症 非常需要莱雅的照顾 可是莱雅只是在电话中安排妹妹去照顾 而她要继续研究时间穿越 挂掉电话的莱雅再次通过仪器给未来留言 可是忽然间莱雅意识到什么 自己一直遗忘了科西世界 而关于科西世界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人可以通过黑洞到达其他宇宙 就这样莱雅急忙输入科西世界的参数 与此同时地下室的灯光也开始忽闪忽闪 广播中更是有着嘈杂的声音传来 莱雅急忙调整收听频率 她试图更清晰地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 可是声音并没有因为莱雅的调整而更清晰回音 反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莱雅试图举起一气交流 可一气里面传来的也只是莱雅的回声 可就在莱雅抽了自己一巴掌后 一切大不相同 回声里面居然没有巴掌声 莱雅意识到 这是对面有人在学自己说话 而在进一步交流后 莱雅得知 对面居然也是自己 两人急忙对照小时候的事情 他们要印证这不是恶作剧 而后莱雅终于确认 自己成功连接上了另外一个时空 自己成功了 莱雅急忙输入信号轴连接对面的视频 里面红色衣服的莱雅惊叫着出现了 我们暂且称呼她为二号莱雅 他们惊喜地打着招呼 对面惊奇地问莱雅这是怎么做到的 莱雅告诉她是科西世界 对面不敢置信莱雅居然成功了 就在他们欢呼时 莱雅却接到妈妈的电话 而在她转头接电话时候 对面的莱雅却偷偷地打开了麦克风 她在偷听莱雅的讲话 莱雅欣喜地告诉妈妈 自己的试验成功了 而因此自己也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过去陪她 可是就在莱雅挂掉电话回头时 二号又把麦克风调到禁用状态 莱雅一转头又恢复了激动状态 她问对面你的世界现在是怎么样了 可是在二号回答前 莱雅又自言自语地说 在我过去前我不能知道太多 我知道 说着打开仪器 背上背包 激动地说着我找了你五年 现在我马上就过去 可是对面的二号却让她和妈妈汇报一下 可是莱雅站在一气中间意识到了什么 她不由地问 你在哪里 或者说你在哪一年 二号却说 2019 莱雅不由一下无力地瘫软在地 她一直以为 自己是在和五年后的自己在对话 可没想到是和2019年的自己对话 要知道自己现在可是在2024年 此时镜头再次回到洗衣机 请大家再次记住倒计时 莱雅愤怒地再次启动一气 而此时显示器里面的二号莱雅却说 要不你来2019年也可以 我们可以办一场超级疯狂的30岁生日派对 而莱雅却已经快疯掉了 她愤怒地告诉二号 你根本搞不清楚 2019年 应该是你个笨蛋第一年开始尝试时间旅行 对面却笑着说是确实 这是第一次打开一气 莱雅不由大骂你还是个孩子 黑胎 转头的莱雅不在理睬二号 可是当她输入据此推翻了五年后的坐标 一气却显示错误 还有求于自己 千万不能跟自己发火 而后她向二号询问那边电脑上的试别码 可是对面却骂莱雅 自己30岁就成了老太婆 莱雅嘴都要气外了 于是她提议用问问题来作为交换 于是二号提问 郭郭剧场的粉丝在2030年都怎么样了 莱雅告诉二号 80%的人都家庭美满 而20%因为经常点赞评论 所以跨越阶级实现了财富自由 现在正在满世界旅游 我很羡慕 所以快点告诉我试别码 二号终于坦白了 可是没想到试别码又是错误的 莱雅不由生气地再次接上一起 她要按照自己推断的二号的数值 再次反向推倒 而二号发现了却连忙阻拦 可是莱雅不管不顾强行启动 而随着确认坐标 莱雅瞬间被击倒 在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波动过后 莱雅再次起身 却听到广播里再次传来了声音 又一次的成功让莱雅激动坏了 一边大喊着我是过去的你 一边放下一气输入指令 紧接着屏幕上的黄衣服莱雅出现了 我们暂且喊她三号莱雅 可是看到她莱雅有些懵逼 这打扮不是以前的自己吗 莱雅急忙询问你那边是哪一年 三号说我这边是2019年 莱雅震惊了 这不对啊 刚才就是2019年的自己 怎么又跳出来一个2019年的自己 可是莱雅随即意识到什么看向二号 而二号此时也坦白了 随着她脱掉外套 露出里面的装扮 莱雅明白 这就是未来的自己 因为自己曾经从不穿这些 可是莱雅还是很懵 为什么未来的自己要阻拦自己 二号莱雅解释 未来我们很有钱 而显得年轻是因为有钱做美 莱雅可不是听这些的 他打断三号的自己的话问二号 把坐标告诉我 我要去未来 可是二号也愤怒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过来 告诉我原因 莱雅说我要成为第一个前往未来的人 我要成为开拓者 可是二号却说你在胡扯 说真实原因 莱雅说不要让三号知道 一旦告诉他就成定局了 二号却轻蔑一笑说别再耍把戏了 我要听实话 莱雅此时情绪却绷不住了 于是坦白 我想去未来寻找治愈方法 妈妈的病 见动症 接着告诉三号说 就在你的时间线几个月后 妈妈生病了 而后你会因此辍学 日夜夜 可是病情越来越重 一时间莱雅气不成声 而后她质问二号 你满意了吗 可是二号反问 你凭什么认为五年后可以治愈 为什么不去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莱雅一时间无言以对 二号一句接一句逼问 到底为什么你想穿越时空 说实话 一句一句的逼问让莱雅再也绷不住 她愤怒的大吼 一瞬间二号和三号都沉默 莱雅接着说 因为医生说妈妈还能活五年 而这五年太痛苦了 我日日夜夜看着她受折磨 因为太爱她了 所以我想结束这种生活 我想让妈妈成为过去 这样我才有未来 这就是真相 而此时的洗衣机倒计时也即将到点 二号却说你要接受现实 不能改变它 可是莱雅摇头拒绝了 看着莱雅再次走到一期前要做什么 二号有些着急了 她说 我跳跃时空因此拿到了诺贝尔奖 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 拿到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 可是这一切有什么用 如果你走了 会像我一样永远怀着沉重的负罪感 等你明白可能就完了 二号莱雅再也止不住眼泪 她曾经抛弃了她认为糟糕且改变不了的现状 她寻求了解脱 可是她因此披上了一身的枷锁 莱雅望着泪如雨下的二号说 我原谅未来的人 我不会用你的方式改变一期 二号莱雅喜极而泣 终于把以前的自己稳住 可是忽然她听到了滴滴的熟悉声音 莱雅却接着说 我坚持我的选择 然后直接走到三号面前说 空间识别码是4.5514 把空间识别码输入你的电脑 去往尽可能遥远的未来 直到找到治愈妈妈的方法 而此刻的二号莱雅急忙阻拦 她让莱雅好好想想蝴蝶效应 可是莱雅不为所动 她要求过去的自己在自己的时间线拯救妈妈 可是二号说 如果改变过去的时间线 其他的时间线将全部终结 我们都将不复存在 可是莱雅毫不在乎地继续交代注意事项 最后她在二号的阻拦中安慰三号 一定要幸福地过完一生 随后关掉和三号的视频 二号不解的怒吼为什么 莱雅却说 我不想让妈妈看不到希望 也不想她再感受痛苦 我们必须为新的未来让步 我们都很聪明 但是三号更年轻 莱雅挥手关掉麦克风 而后给妈妈打去了最后一个电话 随后她坐到椅子上 让妈妈给她唱首歌 就是在五岁那年的那场暴风雨中 妈妈抱着自己唱的歌 妈妈唱起了歌 莱雅的泪水也流下来了 此刻的她毫无畏惧 轻轻地把手机放在胸口 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线的改变 而后地下室墙壁上的 无数公式慢慢消失了 一道波纹掠过 屏幕中的莱雅也消失了 波纹来到地下室 地下室的所有仪器都缓缓不见 此刻 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洗好了 莱雅痛哭着发出笑声 而后时间线的波纹轻轻掠过 莱雅消失不见 整个地下室变得空空荡 这部剧你看懂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